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请继续看感应片的身份 又有三台伯斗神语 在人头上落人罪窝 夺起计算 这个一句是说 人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处所 一举一动 其心动念 都有鬼神看到 鬼神当中 还有专门 检查 世人的善恶 你心善 行善 他有记录 行恶行恶也有记录 换句话说 天地鬼神那边 由我们一生 其心动念 一切造作的完整档案 比我们世间人 警察局 调查局 记录的还要清楚 如果 如果 我们明了这个四十真相 恐惧的心 恐惧的心 这不是恐惧 微心 不微之心 自然就生起来 对于自己的心 心 一定会减点 三台不懂 这是说了 四尊神明 在中国 民间 道教 供奉的 上台 灌人的 生死 中台 管人的 福报 下台 管人的 卢命 要用 现在的话来说 下台是管财富 中台 管的是 这个社会的 地位 上台 管的是命 一个人 生死 受邀 富贵 穷通 都有 鬼神 在掌管 那么这些人 我们要问 他有没有权利 主宰我们 生死 和福呢 说实在话 他们没有权利 主宰 但是他们 管辖这些事情 吉星和福 是我们自己定的 他们来执行啊 就如同我们世界 像类似 警察局 调查局 这些机构 人 要行善 他们 他们承报上去 奖励 人造窝 他们报上去 执行 惩罚 他们是个 检查 执行的单位 所以 并不是主宰啊 真正的主宰 是我们自己 所以命运 是自己造的 自作自受 这个道理与事实 我们都要清楚 都要明了 那么纵然造作一些罪过了 前面曾经说过 只要你知过能改 天地神明 不会惩罚 忏悔 改过之 至于佛菩萨 更加慈悲 对于造物 堕落 窝道众生 依旧是以慈悲性看待 那是圣人 归以神还是凡夫 秦职没有放下 看人行善 他欢喜 见到人造物 他厌恶 他讨厌 是凡夫 我们今天也是凡夫 以我们自己心情 是度量 天地归神 也能够乐之一二 不得心君 在道教的时候 还有难得心君 难得主人生 不得主人死 这个主就是主管 人到人道里面来偷生 这个难得心君 他来记录 这些资料留在他那里 人到寿宗死亡的时候 也有记录 不得我 管这些事情 世俗里都说 如果人由祈求于神明 应当要向拜托 这些天地归神 常常轮流 降临在世界 他们的降临 是有一定日期 大概每逢两个月 会来一次 或者来两次 几乎都是有一定的 好像他们的寻查 什么时候到某个地区去寻查 两个月来一次 这是用中国过去的价值 六十 这是夜周价值 所以每两个月 至少他们会来一次 夜报应援经上书 弃心之起 常常借为夜心 在人头顶上 势头三寸 我们中国 古时候的燕雨讲 势头三尺有神明 经上讲 不是三尺 是三寸 一个人心地善良 行为善良 这个人头顶上有光 而光大小不一样 色彩不一样 人见不到 鬼神见到 现在 有一些修禅定的人 心地亲近 到某一个程度 也能见到 欢迎 像一些练气功的 气功也是修定的一种 他也能见到 光的颜色最好 是金色 其实黄色 最不好的 灰色的 黑色的 到黑色的 这个气 人的寿命 差不多也就将要尽了 他们叫气 在佛法里面叫光 由此可知 人 不能不修人 我常说 人生是在苦短 我从香港回来 想一想 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 1977年 第一次去香港 我在那边 住了四个月 讲了演技 当时 邀请我的 圣怀法师 谢道连居士 圣怀法师 现在还在 谢居士 已经走了 去年往生 许许多多 当时在一起 共修的同学们 一大半都不在了 人生就像一场梦一样 过去他们居住的 都是上等高贵的住者区 我都去过 现在大楼还在 住人换了 是我们深深感触到 补偿 自己也一天一年 比一年衰老了 我出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同学 差不多将近 两个多人 现在剩下来 大概五十个都不到 人到这种情形 甘粗就胜了 佛说得好 万般降不去 唯有夜随身 为什么 我们还早已 迷惑 对于这些道理 虽然我们常常读书 读经 研教 听经 总迪不住 世间的诱惑 明文立扬 财色明时睡 敌不过 敌不过就造业 这个业是跟着你走的 你造作善业 你有善报 你造作善业 那就有卧宝 善悟 报应 不是 鬼神 嫁给我们 也不是佛菩萨 也不是上帝 年罗王 给我们的 一切 吉凶猛厚福 全是自己造的 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 只有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 了解四世真相 心才平静 纵然遭遇一切灾祸 也不会怨天 有人 受到别人的侮辱 陷害 也不会埋怨 于人 知道说 知道这是英国报应 我过去不得罪人 今天别人就不会得罪我 我过去没有陷害人 今天别人怎么会陷害我呢 我们受人侮辱 受人回报 受人陷害 都是自己造的 自己应当要承受啊 欢欢喜喜的承受 这笔账就了了 欠命要还命 欠债要还钱 古报通三世 哪里能够讨得过呢 你就是成佛了 成佛到六道里面 事先度发众生 也不能逃过 心事的意报 我们在书本里面读过 孔劳父子 再尘觉良 释迦牟尼佛 有三个月 马脉之报 佛在经上跟大家说过 解释的意音 这个时候语言成熟了 成佛都没有办法逃过 国报 所以 中文里面 野狐禅的公案 很多同修都熟悉 唐朝 贵障禅寺的 故事 贵障大师 每天讲经 有一个老人 天天来天津 住在后山 到讲经的时候 他就来了 一般人不认识 贵障大师知道 他不是人 我们俗话讲 他是胡仙 有一天 这个老人 向贵障大师 请教 说明他自己堕落的经过 他前世 是一位法师 讲经说法的法师 听众 向他发问 他答复错了 答错了 被英国 堕落 狐离圣 已经有五个多年了 现在没有办法 脱离出神道 求贵障大师 帮助他 贵障大师 可以 明天讲经的时候 你出来发问 你把过去 那个听众问你的话 你照样提出来问我 到第二天 他们两个就表演 这个老狐离经就提出来了 秦教大师 大修行人 还落不落因果 这个意思就是 真正修行 真道 真果的人 真究竟圆满的果 是佛陀啊 佛陀还落不落因果 贝障大师大夫 不媚因果 从前这个老狐离 大夫人家是 这个法师大夫人 不落因果 就这 错一个字 他把他改正过来 不媚因果 不媚是什么 果报要收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媚 不媚 不失没有因果 世间甚深 孔老夫子 再成倦良 是前世的果报 摄迦摩摩尼佛脱波 没得吃 遇到这个饥荒 人家把这个喂马的 马吃的 这些东西拿来供养佛 佛也接受 这些东西拿来供养佛 这一生还是要受过 他清楚 他明白 所以修行人 接受任何 逆养佛 遗云 知道 很清楚 还命的应该还命 还债的应当还债 欢欢欢喜喜 还了之后 就清楚 安石高的传记里 我们看到 那是个修行正国的人 到中国来 还两次命债 前生 他是误杀别人 这一生当中 也会有两次被人误杀 这个传记里头 都写得很清楚 因此 我们才完全肯定 人在世界 若是说 占人家的便宜 没这回事情 你要是吃亏了 也没这个事情 你这一生占人便宜 来一生还人家 这一生吃亏了 来一生有福报 英云古报 丝毫不爽 天地贵神 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造作罪一 一定是 这福 损受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的记载 这些事情 很多 很多 现前 这些国报 可以说是 更明显的 我们没有能 就查出来 是我们太粗心 太大意了 只要头脑冷静一点 细心 观察我们周边 因果报应 清清楚楚 历历分明 然后你就证明 佛的经典 古圣先行的教会 一点都不错 我们俗活 那只是自欺欺人 人 过去李老师常证 常识 要往语言处看 什么叫语言处呢 来一生是语言处 这一生是净处 看这一生 你看得太近了 你要往来生看 往后生看 你就晓得 自己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 对自己有利 怎么做 对自己有害 现在人 几个人懂得厉害 希望我们大家珍惜 这一段音乐 认真 努力 来修学 今天早晨 杨一华局司 打个电话给我 我们现在也看到 美国进中学会的现场 他大概有话了 要给我说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解决 你 看我 我来说 我来说 你 感谢观看